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入境和出境的一些问题 首先呢有一些好消息是美国和加拿大放松了入境 国际入境的一些限制 那么这个对一些朋友想出来的应该是有好处的 但是呢中共却加强了出境的限制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待会一起看一看 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共和它的这个地下组织在海外的一些活动很有可能 或者说确凿的会对海外华人带来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 那这个需要大家一起来抵制 首先大家要清楚的意识到这个危害 那我们待会也一起来聊一下这些话题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消息 美国加拿大放松了这个入境的限制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反正我所在的这个州呢是6月1号开始 这个所谓的所谓的口罩限制令啊都已经解除了 就是你比如说出去那个超市啊或者什么的啊都不用说要戴口罩了啊 当然很多都都有不同的一些规定 然后呢国际上的一些限制啊我看到的就是很多的入境也放松了很多啊 因为毕竟很多国家的预期呢都啊差不多算是控制住了 当然有一些国家例外啊 尤其是据说是一些用中共的疫苗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智利啊 还有当然还有那个啊印度啊目前呢还不如不知道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但是大部分啊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呢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啊你比如说有确凿的消息 你看啊这个是加拿大的一个官网说 呃除了这个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这个航班啊被这个暂停以外啊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两个印度啊这个预期还还去一个比较高峰的状态以外呢其他的地方都还好啊 然后呢呃而且呢如果说是你打个疫苗的啊 他好像上面什么什么fully fascinated traveler who are inevitable to enter Canada are expected in early July 就是从7月开始啊似乎就可以顺利的入境了啊这是加拿大的这个官网的说法 那么也就相当于说呃现在马上就到7月出了吗 所以呢这个放松的这个势头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所以这个对有一些想出来的朋友来说呢呃这不是一个坏的事啊 就是大家做好充分准备 然后呢等到条件允许可的时候对吧加紧逃离 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似乎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讲到的啊中共呢反而收紧了护照啊 我当时也提醒大家别犯事躺平啊躺平主义啊 不仅仅是这个啊一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啊 在这种越折腾越越不知道这个后果的这个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的这个一个一个选择吧 不能说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啊也许是一个无赖的选择啊 但总而言之呢少为中共割韭菜啊就是一种胜利啊 那么中共除了在护照上啊出招以外呢其实他还在其他的地方也在出招了啊可能很多朋友没感受到为什么没有感受到呢 因为你只有在遇到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他在哪儿他在那个出境处啊设卡 可能很多朋友说哎他在出境处设卡我怎么没听说这个这种听说的可能性是应该说是比较小的除非你在出境的时候你可能才会面对中共的刁难啊 这个时候你说你再去做什么准备啊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注意的消息是什么呢是呃一个人发的这个消息他说啊出国的呃他总结的啊看到了可能一半被串退和强制扣押 简单归纳一下啊比如说没收手机填写开机密码啊 然后呢第二个观看缅北恐怖录像进行心理威慑啊就是这可能很多事就是要就哪怕你就是要去东南亚吧缅甸啊这样的一些国家 就是吓唬你啊这海外多么的危险啊就是留在墙国内等着被割韭菜啊 然后呢是面对两三名警察长达二十分钟以上的各种盘问没问题或者没太大毛病才能出关啊 然后他说这个作者说我被盘问了七到八分钟而且是过了海关心理松懈下来再加一道关卡 呃呃他把有一些词给抹掉了啊可能是涉及到个人的一些信息啊 这个是在2021年的6月1号发布的消息那就是相当于说 这个是最新的一些情况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哪怕你说你要出境到东南亚恐怕都比较呃困难了啊 然后下面有一个人留言说刚有几个朋友登机牌都拿了行李托运了过海关要无犯罪记录证明他妈的啊 这个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变态啊谁哪一个说你过海关要无犯罪记录证明 他们现在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对不对就是实际上就是不断的加大关口啊加大这种措施啊这个就 实际上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中共他说话他最知道怎么去对付奴隶和韭菜啊他绝对不会把这个话给说死他说他不绝对不会说啊禁止所有人出境他如果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跳脚了对不对他知道这样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很可能会反抗啊或者什么样的啊这个是对他的统治是不利的所以他采取什么措施呢就是这个温水煮情况他一直采取的就是这种措施啊 他绝对不会把话说死啊因为他知道奴隶韭菜们的心态永远是这种心情饶性啊然后就所谓的从话上留一个口子对不对他他一般就会说啊你还缺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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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对吧然后就让你去开开了证明然后就会说啊你还缺少什么什么的他永远不会把话给说死 然后呢就是让你不停的折腾你啊呃在这个折腾过程当中呢可能大部分人被折腾的就就就出不去了所以呢他这个不把话说死呢也呃当然也带来就是说可能他不会百分之百的刁难每一个人啊也就是说还是会有一些漏网的只如可以跑出去的啊但是呢这个就是他的策略成功的地方他不是为了要百分之百的把所有人都拦截啊他的目的呢就是拦截一大部分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也导致了很多的这个五毛小粉红啊他们碰到这种消息他就说哎哎我怎么没碰到哎我怎么没碰到啊是吧就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这个五毛小粉红的这一套说辞呢跟中共的这一套这个处理手段配合在一起绝对是这个威力非常大啊就可以让很多人的心理给麻痹了啊然后呢这个就最后就是温水煮青蛙就被煮掉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呃 不要说我没有提醒大家啊这个现在这个形势他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越来越严峻啊你这个别的国家这个入境他放松了啊中共的出境反而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所以呢这个啊刚才说的这个设卡我觉得不够准确啊应该说是中共搞的一个多重绿网啊也就是说他不是完全的设卡不是拦截百分之百拦截啊这个实际上是最 最好的一种割韭菜的一种方式啊或者是对付奴隶韭菜啊对付中国人的这种最好的一种心理方式啊因为中国人呃除非说你百分之百的说辞啊就像我们刚才说他他就会搞一个鱼死网破有可能啊但是如果说你只是留留一线话啊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抱有希望啊就是总觉得这个中共的铁拳打不到自己身上啊总总会心诚饶性啊然后大家也不可能会弹结在一起 搞事啊中共最怕的就是奴隶韭菜谈结在一起搞事啊所以你看现在当然又扯到现在这些一些社会活动啊这一些学生搞在一起你看中共就害怕了对吧当然可能很多朋友说啊中共实际上不是害怕只是说这个秋后算账啊那也许吧总而言之呢至少你大家谈结在一起搞事啊这个是对中共的伤害是可以说啊这个是最大的 但是呢大概也要讲究策略啊要讲究策略啊所以呢这这个就涉及到一些社会问题了啊我们就不展开讲 但是这里要说的就是大家一定要熟悉中共的这个对付奴隶韭菜的套路啊你这种熟悉了你才能够知道怎么去应对啊或者说你才能克服自己的这种饶性的心理啊否则你就会被中共温水煮情网啊这个是必然的一个 那么怎么去应对这个现在的新局势呢我觉得啊大家可能需要做两手准备啊两手准备啊这个是中共的一套宣传的他们的这种政治宣传一向用一些简洁词啊什么三个代表两手准备啊什么对吧一大堆东西啊我们这里也套用一下啊两手准备啊大家呃逃离中共这个统治啊也需要有两手准备 第一手准备呢是一方面呢要躺平少参与一些折腾的事啊所有的折腾啊就是所有的这些社会合同啊你比如说你不管是买卖啊还是还是搞什么你只要是参与了啊或者说你你让自己折腾起来了你就会被割韭菜啊所以躺平 然后呢极具力量啊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呢就是积极准备托啊也就是说你如果现在出什么样的地步你比如说你没有护照那你怎么样去想办法啊先拿到护照啊如果说你已经有护照了你怎么想办法去呃拿到一个签证对吧这样就是一个积极准备托啊就是一方面躺平一方面积极准备托啊如果这两方面大家都能够呃积极的去行动的话啊这个时间永远不会晚啊不要呃除非说等到中共完全关门啊 完全的门啊完全的闭关锁过那这个这个这个希望就非常非常小啊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希望肯定是有啊这个这个这个门他永远也关不死啊对吧但是呢他如果说从从表面上他说完全关死了啊那那实际上这个这个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非常的糟糕啊他现在是去一个多重绿网的状态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有机会的啊但是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窗口呢不会很长啊 所以的这两手准备大家一定要做好啊这是啊关于怎么去应对这个新的局势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啊也值得大家警惕的是啊这个中共啊他和他的这个地下组织在海外也没有闲着啊他们也在海外去不断的去败坏呃华人的这个民生啊就是要拉整个华人群体下水啊当然也也也得承认啊这个在海外也有很多的这个五毛小粉红啊也有一些 跑出来继续粉这个中共的一些垃圾老残啊真的是老残老残到底了啊这个斯德斯德克尔摩中红镇啊被中共剥削了一辈子然后出来呢还还还要继续这个粉中共啊那真的是绝对老残当然也有一些呢这个是真的是带任务出来的比如说这些贪官呢他们自己这个是吧家属出来他们当然会维护这个体制了是吧所以呢这是各种势力都有啊所以你别说 中共在海外的能量也是相当的强啊最近有一个事呢也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啊这啥事呢就是好像是川普总统被这个一个所谓的华人群体啊就是华语美国人人传联盟啊英文名字叫什么Chinese American Civil Rights Coalition啊正式提起诉讼控告川普称中国病毒武汉病毒不知道这个组织 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代表美国华人的啊这个是这个新闻报道的是一个反问啊我们也想问这个问题对吧这个组织啊他凭什么去代表美国的华人对吧很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组织啊在海外的一些组织都背后都有中共的影子在里面啊中共的蓝金黄可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呢呃我觉得这个这个新闻呢要引起大家的警惕啊 这个这个实际上是在中共的这样的和他的这些地下组织的这些行为啊是呃败坏整个华人群体的名声啊其实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呃老子比较清醒的华人是支持呃川普总统的啊当然我也我也一直在说支持川普总统因为 怎么说呢这个我在前面很多期都给大家讲过对吧这个如果说你是真正的一个痛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你绝对应该要支持的就是 共和党啊而且我给大家说的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理念啊你比如说这个共产党啊对吧它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最后带来的一定是死亡和贫穷啊这个这个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多少次了对不对饿死了多少人啊杀死了多少人啊就是互斗对不对最后绝对是这样的一个现状而美国的如果说是民主党的话他们其实也是倾向于所谓的社会主义 然后你比如说那个像哈马斯而不是哈瑞斯哈瑞斯拜代哈瑞斯啊他鼓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结果公平结果平等实际上就等同于共产主义而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说要追求结果平等 对吧那最后就相当于人人都一样了人人都一样那不就等于说是共产主义吗共产主义最后结果追求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大家一起贫穷啊为什么呢这个是人性必然的对吧那如果说我干多干少都一样啊结果平等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干多啊所有人都会这样想啊最后大家都不干啊最后都不干这个社会就垮掉了啊这个大家就一起穷嘛对不对这个这个中国的实践啊苏联的实践全都出来了所以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对不对所以呢 其实美国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较好的啊当然可以继续完善的就是一个过程公平啊过程平等啊这样的一个啊机制啊这就可以了啊因为你只要建立了一个过程平等过程公平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最后的这个结果取决于每个人努力的程度对不对这就够了嘛是不是可以有些人富起来有一些人对吧取决于你个人的样的一个努力程度但是呢过程一定要公平啊 这个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社会或者说一个更文明社会需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呢这个民主党他们就混淆了啊他们经常会搞所谓的结果公平啊结果平等实际上这个是很容易误导人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呃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支持民主党啊一定要支持共和党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定要支持川普总统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道理 但是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啊这些中共组织下面的这个就就搞各种污名化啊就是搅浑水所以导致很多人这个脑子也不清醒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在好不容易在从国内的这个被代表的这个处境逃出来啊结果跑到海外呢还继续被中共给代表啊这个简直是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对吧是是谁 谁让他们去代表我们的对不对没有任何人说他们就可以代表我们对吧结果呢他们就是厚颜无耻的说代表我们然后呢还要诉这个川普总统对吧川普总统当然我当然川普总统我觉得呃其实他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组织已经改过来了啊就是我当然因为他说这个他确实说了这个China virus啊就是因为他这个是个简简称吧但是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CC CCP virus啊当然你很多时候说CCP virus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可能不太清楚啊因为很多人连这个CCP都不知道啊所以一定要大力的宣传CCP啊为什么不是要大力宣传CCP啊就是说大力的宣传CCP就是这个最邪恶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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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关联在一起啊这个呃当然彭佩奥他们是知道的对吧他说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国这个CCP隔离就是这个这个分开了啊这个最邪恶的就是CCP对吧啊这个组织啊 所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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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呃用CCP virus我觉得应该说是最准确的但是呢CCP virus呢在很多时候很多人不太清楚啊你要解释一下CCP是什么啊CCP是中国啊共产党啊Chinesecommunist party啊简称CCP啊所以所以为什么总是大家听到CCP啊但是很很多人可能连中国人很多很多中国人可能他自己都不找CCP啊是吧CCP但是呢如果说你 你要解释一下所以这个有时候他在呃演讲的时候他如果说呃说一个CCP然后再给大家解释啊这个是呃会导致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一点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大力的去宣传CCP啊然后呢呃每个人可以去积极的发声啊然后呢让大家知道CCP啊就是中共呃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然后呢呃说这个是CCP virus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才能够 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啊绝对不能够再被中共在海外给再继续给代表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有有两个事要做第一个呢就是要与中共切割第二个呢与文明接轨这个才是海外华人啊一个正确的道路吧或者说是一个也是一个自我保护的这个重要的措施否则的话这个别说后面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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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形势如果发生一些变化的话大家如果全球反共 啊然后呢如果有一些华人如果还还认为能够两头拿好处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啊所以呢这个是呃我觉得呃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与中共切割与文明接轨啊这个是海外华人最迫切的需要去做的事情啊这个是两个事情啊那么呢总结一下今天呢就是呃对于台区沦县区的啊 华人朋友来说要做两手准备啊第一手呢就是躺平啊不少折腾第二手呢就是呃积极的准备脱那么对于海外的华人呢也需要做呃做两个事啊第一个呢就是与中共切割第二个呢是与文明接轨啊这个才是一个海外华人真正的这个 从思想上脱之啊脱共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姿势吧好今天的话题呢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